来咱们再回来再看啊 这其他的线性模型呢 除了我们这个普通的 看还有很多 我们刚才详细的讲了 领回归 螺丝回归 弹性网络 大家看1.4 1.1.4叫做Mutitask Lossal 点一下 这Mutitask Lossal呢 我们就能够看到 它的公式 是不是就稍微 做了一点调整呀 你看它的右下角 是不是变成了FRO 这个右下角 是不是变成了21呀 那么这个FRO 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什么是FRO呢 指的是 这个AIG的平方 我们这个 这个是不是依然是一个求和呀 然后再开根号是吧 你只要是范数 只要是这种范数 这个地方是不是都有一个开放呀 然后它的右上角不是带着一个2吗 这个开放是不是就没了 那这就说明你看 我们原来的时候咱们这个X和W相乘 咱们的这个数据是一个 就是一个数 现在的话它是不是变成二维的了 变成二维的话也就意味着 看这个说明咱们这个数据是二维的 你看 它是不是I啊 这第二维是不是G啊 对吧 那这个 它所增加的这个W呢 这不是21吗 它是怎么计算的呀 就是L1和L2正责化的一个 是不是合并呀 它是怎么计算的呀 I求和 然后呢 这个J求和 所以说这个公式就这样计算 我们再看它的整体的一个介绍啊 叫做Mutitask Mutit是不是就是多任务呀 这个Is a Linear Model Estimator 是一个线性的模型估计 SPAS去估计什么呢 SPAS EFFICIENCE 这个SPAS COEFFICIENCE 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所说的W呀 SPAS是什么意思呀 稀松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系数当中呢 大部分是零 一小部分是咱们想要的值 这个就叫稀松 稀松所对应的是稠密 我们说稠密矩阵 稀松矩阵 稀松矩阵就是大部分是零 小部分呢 是有数据的 大部分零 是不是说明它不重要呀 如果你的系数是零 这个属性是不是可有可无呀 For the 你看For the Mutiregression Problem 这个招恩磊 Y呢 咱们的目标值Y是什么样的呀 一则2D Array of shape and samples and target 通常情况下 咱们的Y是不是都是一维的呀 就是一个sample 就是一个目标值 如果我们的Y是N samples N task这样类型的数据 那么咱们就优先推荐大家使用Mutitask 和Lossal 你看啊 就这个主要是对于目标值Y 平常情况下 你看咱们的Y都是什么样的数值呀 都是一个值是不是呀 它有一个样本对于一个值 那也有我们的目标值呢 是这个样的 你看它这说了一个N task N是不是就是多多的意思呀 所以它把这个模型叫什么呢 叫Mutitask 这个就和我们这样的这个N task 就对应起来了 所以说呢 这个是Mutitask 我们再往下看啊 它还有 这个1.5之后呢 你看是不是还有1.6呀 是不是叫做Mutitask Elastic Net呀 是不是啊 Mutitask Elastic Net 我们上面不是刚讲了Elastic Net吗 咱们看一下Mutitask Elastic Net 哎你看是不是就在这个Elastic Net的基础上 进行了修改呀 修改成什么样了 你看原来的时候这是不是2 对吧 现在的话是不是变成了FRO呀 原来的时候这是 这个是1 现在变成21了 原来的时候这个是2 现在就变成FRO了 所以说就是进行了一个调整啊 你像这个FRO咱们刚才已经看到了是怎么计算的是吧 还有这个21到底是怎么计算的 就是两层放循环求和 就是两层放循环去求和 你看这个1.1.7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回归呀 我们看一下这个1.1.7 在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没有给 没有给方程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都是 这个叫做List Angle Regression Is a Regression I'll give you a more for High Dimensioned Data 什么意思啊 High是不是就是高呀 Bimensioned是不是就是维度的意思啊 就是高维的数据 也就是说我们的属性特别多的时候 属性特别多的时候 咱们可以尝试使用一下它 这个地方它很遗憾 没有给原理 可能是复杂一些啊 我们再看一下1.1.8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 叫做LARS Loss 咱们看一下它有没有给啊 像后面这些都没有给 都没有给这个数据原理是吧 我们再往下看啊 1.1.9是不是也是一个呀 这个给了看到了吧 1.1.9 这个是不是给相应的这个公式了 都是对于什么的优化呀 都是对于线性回归的 优化 再往后你看 还有这个贝叶斯的Regression是吧 这个里边就引入了一定的概率啊 贝叶斯呢 我们有贝叶斯公式 后面我们会专门讲贝叶斯的这个模型 以及呢 你看这个贝叶斯领回归的Regression是吧 这个往往一带着P 是不是就是概率呀 所以说我们其他的这个线性模型呢 大概有这个 大概有十几个啊 好你看 这个是不是有1.1.11呀 这是第十一个 这个是什么呀 逻辑斯的回归 这个逻辑斯的回归 它其实呢 是用于 虽然叫回归 但是呢 它是用于分类 你看 叫做Logistic Regression 这个Dispired its name 尽管它的名字呢 Is the Linear Model for Classification Rather than Regression 我对它进行一个翻译 你看 就是我先翻译一下 罗继斯的回归 这个不不考虑它的名字 它是一个线性的模型 For Classification 用于分类 而不是回归 又其翻译成中文 你看罗继斯的尽管叫 尽管这个其名称叫回归 但它是用于分类 而非回归的线性模型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个就是 罗继斯的回归 那么它也有相应的数学公式 你看 就是如下所示的 这个数学公式 所以我们线性回归里边呢 你看还有随低梯度下降 还有感知机 还有被攻击的算法 还有这个被动攻击的算法 这些都没有给数学公式 是不是啊 这些都没有给数学公式 那么我们在去学习 线性回归的时候 咱们看一下它的前几个就行了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前六个 看一下它的前六个 你把它的这个原理公式能够说出来就行了 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是吧 这个前六个 以及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罗继斯的回归 罗继斯的回归 我们后面会专门讲 不可能全学完 你就知道是吧 这 每一个算法 它适合哪类数据 就可以了 你不知道 你也可以一个一个尝试 懂吧 不知道也可以一个一个尝试 这个是我们线性回归这个模块 里边大概有十几个模型 有一些这个领回归啊 螺丝回归啊 弹性网络啊 多任务的弹性网络 原理我们都进行了一个推导 我们推导是在图形当中给它画了画 其实都是在普通最小的程法 就是线性回归的基础上 进行了小小的改进 那咱们接下来来点轻松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使用 使用那就很简单了 使用就很简单 然后我们就插入一行 那我们就给一个数据吧 咱们就datasets.r 咱们去加载一下 叫做diabytes 这个diabytes是糖尿病 diabytes是糖尿病的数据 那么糖尿病呢 它的严重程度跟什么有关系呢 diabytes 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题 diabytes我们一执行 大家就能够看到 这是不是数据呀 很显然这个数据 是不是经过归一化的呀 有症有负 我们从人体上采集的这些数据 不应该出现负是吧 但是它经过了处理 那就可以存在负担 那么还有一个target 这个target呢 就是咱们糖尿病的严重程度 这糖尿病呢 是血糖高越大越不好 是吧 我们再往下看啊 这个哪些 接下来是它的描述 这个描述的话 它会告诉我们这个数据集 是什么样的 这个数据集当中呢 我们就有年龄 就有年龄 性别 叫body mass index 这个是不是体重指数呀 average blood 这是不是血压呀 add six blood serum measurements 这个是什么样的指标呢 serum 这个就是血清 就是我们血清当中 一些数据的指标 那分别是什么呢 你看啊 叫feature names 就是age 性别 bmi bp se 一直到s6 我们有这十个属性 它就会 就是说根据这十个属性呢 我们就可以大概的预测一下 糖尿病的这个情况 那么现在呢 就提取里边的数据 提取里边的target 中国号data 这个就是x 然后我们得到y y呢 就等于data bats 中国号target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插入一行 现在呢 咱们就 可以把这个数据 给它一分为二 train test split x放进去 y放进去 给它一个test size 我们让它等于0.1 或者说0.15 这个比例呢 是可以调整的 x下关键 train x下滑线 test y下滑线 train y下滑线 test 数据就准备好了 我们不是倒包 倒了好几个模型吗 咱们先看最简单的 线性模型 那就是lr就等于 linear regression 里边的参数 里边的参数就没有可以调的 你看参数是不是比较简单呀 这前三个都是布尔形的值 你是不是给处给false就行了 一般情况下像这样的是吧 你调和不调是吧 你没有什么可调的空间 知道吧 没有什么 就布尔形的值 你就调成处调成false 是不是啊 看一下到底好不好 而且你像这个copyx 这个就是我要不要对于原始数据 给它复制一份 是吧 我不复制就是在原来数据的基础上 进行预测 normalize就是对它是否进行归一化 是吧 还是这个fit intercept 就是计算的时候 是否计算它的结局 所以说咱们就不调了 是用默认的 lr当然你在公司里边是吧 一般请问一下这个线性模型 这个模块你也用不到 就是因为它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模型 当然你的问题如果要简单的话 你就可以使用它 你像咱们之前就使用这个线性回归 我们就预测过天邦双11 2020年的销量 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调整了数据 是吧 来了平方 来了立方 lr.fit x下滑线 v 下滑线 然后咱们lr. 我们score一下 之前咱们 score 是不是就是准确率 线性回归 咱们看一下它的准确率 外下滑线 test 执行 看一下 哪个地方给爆错了 fit这个地方给爆错了 是吧 放的 数据不对应 是吧 那我们往下看 x启和v启 咱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给写错了 是吧 那我们把这个修改成test test 执行 再执行 这个时候大家看就没事了 此时就没事了 我们发现咱们这个得分是不是0.508呀 回归问题的得分 咱们回归问题的得分呢 它不是准确率 它不是准确率 那我们看一下 回归的这个得分是什么 shift的tab 看它返回的是什么呀 returns the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的平方 of the prediction 它是不是叫做r的平方呀 那咱们看一下什么是r的平方 上面倒包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倒一个 叫做r2score 执行 这个r2score是吧 有相应的计算公式啊 那咱们lr2.score了一下 现在呢 lr2 我是不是就可以调用predict的呀 将咱们的test预测一下 返回的这个值我叫vagon 现在的话 我就display一下 咱们的vagon 以及呢 咱们的真实值 v下滑线test 大家看 我求解出来这个值 和我预测的值 你看是不是都一个也不一样呀 咱们给它保留一下位数啊 我们来一个round 让它保留0 这个时候你看 这个预测的是不是192啊 你这个是不是164呀 这个是不是85 你这个是不是181 134 这个是124 这个是138 这个是142 这是264 308 191 122 142 185 你看一个也不一样 对吧 因为它不是分类问题啊 分类问题就把它弄到类别里边了 你类别的话 你和真实的值一对比是不是就完全一样呀 但是回归不是这样 回归我是造了一个方程 我让这个方程去拟和你 你的底是不是不一定在这个方程上 对吧 可能会有偏差 有的值是不是大 有的值是不是小 对吧 那我们回归呢 也有评价标准 默认的这个评价标准就是R24告 咱们现在看一下这个R24告是怎么计算的 在这就会告诉我们这个R24 我们把这段复制一下 Ctrl C 在下面插入一行 三个单引号Ctrl V 你看R2就是这样计算的 R2 is defined as 被定义成什么呢 一减去U除以V 是不是啊 那U是谁呢 Where U is the residual sum of squares 你看 sum of squares square是不是平方呀 sum是不是和呀 谁的平方呀 外处减外predict的平方求和 这个就是咱们的U V呢 Is the total sum square 你看就是 Y处减去 Y处灭平方 求了个和 是不是就是这个呀 对不对 那咱们现在就可以计算一下啊 上面我们调用模型的scal方法 求解出来0.58 那么我们计算转了Y杠 咱们刚才不是导了个包叫R24告吗 那咱们现在将这个数值放进去 Y处放进去 Ypredict的放进去 Y处就是我们保留的Ytest Y预测呢 就是我们刚刚求解说的Y卡 你看我一直行 一样不一样 0.508409 看 0.508409 最后这个三个 4998 你看 4998 是不是一模一样 所以说呢 这个是我们从metrics下边导包 也可以导入方法进行计算 现在咱们就自己算一下 你既然有相应的公式 那我就可以计算 那你这个R2 它不就等于1减去U除以V吗 是不是 那U是怎么算的呀 咱们的U就等于什么呢 小括号小括号 是不是Y处 Y处是谁 是不是Ytest 减去谁呀 Ypredict 就是咱们的Y杠 对吧 然后星号星号平方 然后后面是不是求了个SUM 然后V是多少呢 小括号小括号 是不是Y处 Y处是不是就是Ytest 减去谁 Y Y处是吧 Y下环线TEST 是不是求了个Me 然后星号星号平方 然后.SUM 我执行该代码 打印输出一下咱们的R2 大家看是多少 0.50084 然后最后这个4998 所以说这个R2SUM 是不是就是封装了上面的方法呀 咱们的R2呢 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R2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去预测咱们这个算法到底好不好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 你看 假设说我们的外处 和咱们的外预测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这个值就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0呀 0 U是不是就变成0了 你V是不是可以计算出来一个值 0除以任何一个值 是不是都是0 是吧 0除以任何一个值都是0 1减去0 是不是就是满分啊 我们SCO往往是越大越好啊 SCO往往是越大越好 所以说那咱们这个R2呢 求解出来这个值呢 所以它是通过另外一种途径 去衡量 评估咱们的模型到底是好还是好 它不是通过准确率了 这个就是RSCO越大越好 去估计咱们预测的值 和咱们真实的值的一个标准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啊 这个我们还导了一个方法 叫mein square error 这个叫什么呀 均方误差 你看这个也可以评估 咱们模型到底好还是不好 这里边传数据的时候 是不是传Y2和Ypredict的呀 Y2就是Y小号线test Ypredict的呢 就是咱们的Webground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mein square error 这个值大不大 2684 这个值越大越不好 凡是带有Error的 它呢就越大越不好 这个也可以评估 咱们线性模型的好坏 知道它也可以评估 线性模型的好还是不好 就是说你使用不同的算法 求解出来之后 这个值越小就说明那个模型越好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使用了最普通的线性模型 咱们现在呢换一个啊 我们换一个领回归 是吧 我们说其他模型 使用起来很简单 原理的话 我们稍微挑一下 在这呢 转换成Markdown 紧号紧号紧号 这我们就使用 咱们就使用咱们的领回归 插入一行 那我们就声明一个瑞士吧 RIDGE就等于瑞士 小括号 Shift tab 大家现在能够看到 看一下它的参数啊 Alpha Alpha是不是就我们的那个系数啊 Fit Intercept Normalize Copy X和原来一样不一样 和原来是不是一样 还有一个叫Max Eater 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还有一个参数叫做TOL TOL是不是就是精度呀 Max呢 Max Eater是什么意思 是次数 迭代次数是不是啊 为什么要迭代呢 P度下降 是不是就要迭代呀 我们往下看啊 前面Normalize这个参数不可行的值 我们这个和现象回归一样 这个Copy X 你看 看如果要是处的话 X will be copied 仅此而已是不是啊 它对于我们算法提升 是不是没有影响呀 它Alse It may be overwritten 因为在计算的过程当中 原始数据可能会被归一化 是不是可能会被重写呀 改变 看谁是Max Eater 大家翻译一下 这个是不是就是Max Eater 最大的迭代次数 什么的最大迭代次数呢 你看Gradient 是不是T度的意思 这个Conjugate 是不是就是共恶的呀 就是它在进行这个计算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T度下降的最大的迭代次数啊 那我们这个优化算法是吧 它也有好几个啊 你看咱们这个Sower当中 看这个Sower当中 有这个Auto 有这个Auto SVD LSQR 还有这个SAJ SAJA 这个我们之前在讲算法的时候呢 看咱们之前在讲算法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讲了个T度下降呀 这个当中呢 就有一个是T度下降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LSQR 看这个LSQR Dedicate 是不是就是意味着它是什么呀 你看专注于现身 是吧 这个U字的Dedicate Regularize的 Least Square Least Square 是不是就是最 就是最小二成法呀 所以说这个LSQR 就是最小二成法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 咱们还有SA 还有这个SAJ 这个SAJ呢 它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这个优化呢 U字 Stall Chastick 这个有随机的意思 随机的 Eleverage有平均的意思 Grader Descent 这是不是有T度下降的意思呀 所以说这个SAJ代表什么呀 随机平均T度下降 随机这个平均T度下降 那这些我们叫做Sour Sour是ToU字 这个被用于什么呢 In the Computer Computational 这个Computer是不是 是计算呀 它是动词 这个Computational 这个Computational 是不是就是计算的呀 Routines 是不是就是它的路线呀 你看T度下降 就是一种 优化的路线 优化的路线 我们你像这个SVD呀 还有这个LSQR呀 SpathCJ呀 这个都是优化算法 咱们看一下这个SVD呀 SVD是U字什么呀 Singular Value 这个Singular 是不是它的 Singular是它的这个 这个奇异的 它用的是奇异值分解 然后来进行训练 我们选中SVD 就是我们在讲这个 线性回归的时候 你看SVD就是奇异值分解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优化 是吧 就是这个领回归的这个优化里边 我们可以给更多的参数 如果说我们这个Sover 要是给成了LSQR 这个是不是就代表着 代表着什么呀 是不是就代表着普通的线性回归呀 我们也可以给其他的啊 现在这个算法是吧 优化的比之前方式要多一些 咱们上课讲的就是LSQR 那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来进行的 那么当然你像这个Spass 这个CJ是吧 这个呢 它也Spass是稀松的意思 是吧 那它用的是这个SIP下边 Spass线性代数里边 这个CJ CJ的话好像是 这个好像跟牛顿有关 咱们选中啊 看一下啊 无论我们使用哪个Sover 你看它最终是不是都是Gradient呀 都是使用T度下降来进行 只不过什么会不一样呀 公式会稍有点不一样 选中它 Ctrl V 咱们去看一下这个啊 你看 这个是Spass Matrix CJ是吧 这个领回归这儿 看这个地方就有一个这个说明 领回归 和求解 看这个就是求解器 咱们进入这个机器学习 回归模型里边啊 回归模型的这个 这是目标函数 领回归的介绍 我们看一下它这儿 看对这个Sover这儿 有一个说明是吧 这个用于计算的求解方法 那Auto呢 就是根据数据类型来自动的选择求解器 SVG呢 使用X的其一直分解来计算 来计算咱们瑞指的系数 那这个其一直分 我们知道这个其一直分解是吧 它也可以去求解咱们的系数 那咱们这个 这个叫做Trucase 使用标准的SAPI里边的这个Sover函数 来获得闭合形式的一个解 还有咱们这个SPASCJ是吧 用的就是它的供恶梯度求解器 作为咱们这个迭代算法 还有这个LSKR 就是正则化的最小是成法 是吧 你看它是最快的 还有这个SAJ呢 使用的是随机平均梯度下降 它它呢 也使用这个这个迭代过程 你看咱们在去手写 我们在去手写线性回归的时候 你看我们是不是就用了一个平均梯度呀 看回到咱们这个手写代码当中 你能够看到 我们求得的这个DB或者说DW 我们是不是就求了一下它的平均梯度呀 你看这个地方 我们是求了一下它的平均梯度 因为我们是不是除了一个flute batch呀 batch是不是它的总数 这个地方是吧 saj 它的这个变化呢 它是它是这样的 它来了一个什么呢 它来了一个随机 它来了一个随机梯度 那随机梯度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回到咱们的代码当中 如果我们没有随机 每次计算出来这个数 是不是都是一个确定的呀 如果要是随机的话 你想这个数是不是可以变得大一点 可以变得小一些呀 再去计算咱们最优质的时候 那么它的速度就会更快一些 看这叫做随机 随机的话就是说在进行调整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随机数 让它变大 或者说变小 来更好的找到 来更好的找到咱们的这个解 你看它这也说了 当然咱们的样本和咱们feature都很大时 通常比其他的求解器更快 因为就是多一个随机 你看它就是多一个随机 所以说这个呢 是它对于这个sower的一个说明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不同的sower 咱们可以选择作为我们的优化条件 这就相当于我们刚开始学KN的时候 它的邻居数量可以变大变小 是吧 我们去寻找最合适的 那我们这个sower这呢也一样 那咱们现在就能够看到 你看它默认是不是auto呀 auto的话就是处子的sower automatically based on the type of the data 它是不是会根据我们的数据类型 去自动的选择呀 对那所以说我们就使用默认的就可以了 这个里边呢 这个就是这个参数 sower这个参数 这个稍微需要大家理解 因为它是不同的算法 不同的计算方式 其他的是吧 你像这个tol max ether 咱们看一下这个tol tol是不是就是它的精确度呀 你看这也说了 叫precision of the solution 精确度 就是你最后在更新的时候 只要达到了这个精度 我是不是就可以退出呀 还有这个max ether呢 就是它的 就是它的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它最大的次数呀 你如果不给默认是多少 是不是放循环一千次 它就停下来了 对吧 对于咱们的sag这个sower呢 就是执行一千次 那么它就停下来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是吧 调整的参数就是alpha了 我们调整一下alpha啊 alpha就是我们在官网上 看到的领回归里边的谁呢 是不是这个alpha呀 对吧 你看 那我们调整一下它 那就是alpha alpha我们给它调整成 默认不是1.0吗 如果要调整成0会怎么样 调整成0之后 这个领回归和咱们的线性回归 是不是就一样一样了 好 咱们现在呢就 瑞治点fit一下 咱们的x下滑线 外下滑线 外下滑线 然后瑞治点score一下 将咱们的x下滑线test放进去 外下滑线test放进去 大家看求得的结果和线性回归的 是不是一模一样 那么我们把它调大一些啊 调整0.1 咱们执行一下 大家看 0.501 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啊 我们再调大 调整1会怎么样呀 看是不是就变成了0.436呀 调整成10会怎么样呀 执行一下 看就变成0.1719了 是吧 那变成了这个值之后呢 我们再去print一下 我们说一般情况下 这个值是不是越小越不好呀 所以你看我们给的这个alpha是吧 从0.1到1到10 我们发现这个值是不是越变越小 那么除了这个值 咱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marsquare error 这个是不是它的误差呀 那么我们就使用领回归 瑞治RIDGE RIDGE 点儿 咱们去预测一下 Predict X下滑线test 接收这个数据呢 接收这个数据 我们就叫Y杆 现在我们也去看一下 它的这个误差啊 那就是Y下滑线test 以及Y杆 执行一下这个代表 大家看咱们这个误差 是不是4523呀 我们把它变成1 咱们看一下执行 你看这个误差是不是3079 那么如果说要 不是领回归呢 线性回归 咱们也比较一下 那就是LINEAR就等于LINEAR REGRESSION 默认的参数 LR点 fit一下 X下滑线 外下滑线 外下滑线 然后LR点 咱们scal一下 把咱们的X下滑线test放进去 Y下滑线test放进去 我们打印输出一下 我们能够发现 你看线性回归 去执行的时候 它的这个分数是不是比较高呀 但是咱说这个分数高是吧 它只能反映一方面的问题 咱们再看一下它的其他评价指标 那就是LR点predict的X下滑线test 接收一下 咱们就叫Y杠 那么我们就调用MeraSquare error将咱们的Y下滑线test放进去 Y杠放进去 一直行 大家看 咱们这个值是0.508 这个值是不是2684呀 那我们再把这个Alpha改成1的时候 大家看这个是不是3079呀 我们再来调啊 调一个0.1执行一下 大家看这个是0.50 这个是2725是吧 我们再调一些啊 0.01咱们执行一下 咱们现在就能够发现是吧 你看你这个Alpha在调节的时候 是不是都没有咱们线性回归要好呀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所给的这数据呢 它不存在贡献性的问题 它不存在一个贡献性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数据要不好 那么我们使用领回归 就比咱们的线性回归要好 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要介绍这么多其他的回归模型 是不是就是当这个线性回归 再去预测构建模型不好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使用这个领回归 螺丝回归去对它进行一个修改啊 进行一个提升 那么我们给的这个数据是吧 是官方提供的这个数据 它官方提供的这个数据呢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啊 这个一个就是说不好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一比较是吧 还是咱们这个领回归 还是咱们这个普通的线性回归 效果要好一些 那么我们再插入一行 咱们再导一个包 from sklearn.linearmodel 我们导入谁呢 叫瑞智里边有一个cv 我们说这个cv都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交叉验证呀 咱们现在就使用它啊 那就是瑞智cv 就等于你用法都是一样的 好 大家看在这个当中 是不是就给了不同的r吧呀 看到了吧 是不是就给了不同的r吧 那你看 我们给0.1 给1.0 给10 咱们是不是这个r法 就可以多给几个呀 咱们这个r法是呢 咱们就让它等于np点 line space 小空号 我们让它从这个0.01 一直到多少啊 我们让它一直到5 我们给它分成多少份呢 分成20分成50份吧 你看这个r法是不是就多了 所以说这个cv可以帮助我们筛选最合适的什么 是不是r法呀 好 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参数啊 点开 fit normal scoring 是吧 还有这个cv 还有这个 这个jcvmode 还有这个stylecv values 那么 我们这个scoring 是吧 咱们给它一个啊 什么样的这个评价标准呢 这个scoring 咱们给什么 这回是不是就不能给accuracy了 还能给accuracy吗 不能 因为这不是一个什么问题啊 这是不是不是一个分类问题啊 那这个应该给什么呢 咱们进入官网 进入它的首页 刷新一下 咱们进入哪个 咱们进入这个model selection 进入咱们的metrics下边 在metrics这儿是吧 我们找件回 model selection 那天我们是 大家看是不是在这儿 是不是啊 叫accuracy 是吧 上边这个是classifiering 分类 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咱们的 这个回归呀 那回归的话 咱们在这儿呢 可以使用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使用r啊 对吧 也可以使用 也可以使用这个 也可以使用下边的一些值啊 maxerror explan是吧 那咱们现在就使用r2 复制一下 直接回到咱们代码当中 那我们就给r2 这个还有一个参数 有一个参数 是不是叫cv 这个cv大家看 那就是一个int 那就是一个int类型的值啊 你往下看啊 int 就是我们把这个数据分成多少份 是不是啊 如果是给默认的话 一般请问下这个数据是不是被分成三份啊 对吧 cv是一个int 就是cross validation generator 就是它形成的这个生成器 我们里边有多少数据被分成几份 那我们给一个cv 咱们给个几呢 我们可以给一个6 现在呢 另回归就创建了 咱们就使用r2 cv点 我们就fit一下 将咱们x下滑线寸放进去 y下滑线寸放进去 直行一下这个代码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咱们这个结果是不是就出来了 结果就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插入一行 那就是r1 cv点 点一下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获得它的 就可以获得它的 这个scoring 去获得它的这个 range点 咱们调用一个predict 将咱们的x下滑线test放进去 接收一下 我们叫y杆 这个时候呢 咱们的一个预测值就出来了 有了这个预测值之后 咱们现在去看一下它的得分 会不会好一些啊 那就是r2score小块 这个将ytest放进去 y下滑线杠放进去 一直行 0点 还是0.5006 是吧 这个依然是不是没有线性回归高呀 线性回归是不是0.5008呀 往上看啊 看线性回归是0.508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领回归呢 去搜索它 合适的 搜索它合适的参数 咱们再在下面插入一行啊 看一下咱们的瑞智CV 点一下 咱们看一下 赛特 死到CV 这个里边是不是没有返回一个最好的这个模型是吧 等会我看一下啊 CV coif coif是它的系数 alpha的话 get params 咱们执行一下啊 这个get params应该是一个方法 这个应该就是它默认的 get params就是它默认的参数了 是吧 它这个里边这个模型呢 没有给我们 看 alpha 我们看一下它的alpha 哎 现在我们就找件了 你看这个alpha是不是就是0.11呀 看 就是说 这个alpha给0.11的 11的时候怎么样呀 是不是最好呀 对吧 这个alpha给这个0.11183的时候最好 所以说这个 瑞智CV 它的作用呢 就是为了帮助我们 找最合适的参数 它只能找一个参数 就是谁呀 就是alpha 其他的参数都不能调 明白吧 因为你看 shift tab 你其他的参数还能调吗 不能了 你看 这个方法里边 是不是就是alpha等于0.11.010呀 也就是说这个 瑞智CV 就是给我们进行定制了 我们去选最合适参数的时候 那就是alpha 找一个alpha最合适的参数 大家看啊 咱们这个NP linespace 我们这个范围 看一下它是怎样的 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0.01呀 它没选 它选的是不是第二个呀 这说明第二个是不是比第一个要好一点 然后你看 0.2 0.3 0.4 0.5 0.6 这接下来 你看这每一个数值是不是相差都比较大呀 那 这个linespace 它给的这个数据呢 它是一个等差数列 是不是啊 它是一个等差数列 那么一般情况下 咱们这个alpha值呢 都是比较小的 一个微调 你比如说我 我让这个范围是怎么样呢 我让它是从十万分之一 我让它到一 那十万分之一的话 是不是就是一个零 两个零 四个零 到多少呢 咱们是不是让它到一呀 就是说从这么小的一个数到一 把它分成多少分呢 五十分 这个时候你看我一直行 这个数据是不是就分好了 等差数列在分的时候 大家看啊 第一个值是不是一到五次方 你看第二个值一下子就变成什么了 一的二次方了 看到了 一的负二次方 那你想 这个万分之一还有吗 这个千分之一还有吗 是不是就没了呀 所以说这个等差数列在进化分的时候呢 你这个对于小数 对于比较小的数 它不够均匀 因为你看我给的这个alpha当中 第一个数是多少 是十万分之一 第二个数就变成多少了 是不是就百分之一了 百分之二了呀 你这个万分之一千分之一是不是都没了 我们要找的这个alpha呢 就是一个比较比较小的数 所以说这种分法存在一点不好的地方 那咱们现在呢 np.logspace logspace呢 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列呢 它就是一个这个等比数列 等比数列 那咱们现在呢 shift tab 这个地方是不是得给一个start 给一个stop呀 那么我们这个stop呢 这个stop 咱们给-5 然后呢 这个中指点呢 我们给0 分成50份 这个时候你看我一直行 哎 大家看啊 是不是有-5次密 有-4次密 -3次密 -2次密 -1次密 还有0次密 大家想这个数是不是就比较均匀了 我们是以log的形式 给它进行了划分 这个方法 在你选比较小的数的时候 用这个方法 比咱们lansspace要好多 就是说你的属性呢 要选的是很小的时候 用它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选的呢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np.logspace 它是以10为底的啊 比如说我从 我从这个0 我到3 我把它分成50份 这怎么分的呀 0就是10的0次密 3就是10的3次密 50就是把它分成50份 你看 怎么分的 1 1.15 1.132 最后一直到多少了 是不是1000呀 它以对数的形式 以log的形式进行划分 以log形式来进行划分 那咱们现在呢 在我们去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呢 给它修改一下啊 叫做np.logspace 我们让它小 从这开始呢 负5到多少呢 我们让它到0 0就是10的0次密 是不是就是1呀 分成50份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现在咱们看一下 它找的最合适的 这个值是多少啊 alpha 大家看是不是0.059呀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它得到的这个分数是多少啊 预测了一个v个 一直行 大家看 这回球解出来的 是不是0.502啊 和刚才相比 是不是就大 就好一些了 刚才是多少 0.0 是不是啊 这还有一个0呢 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咱们整理一下咱们的 这个m 看啊 剪切一下 放到上面 r24号也剪切一下 放到上面 这个时候我一直行 0.多少 是不是这个0.502啊 选中一下这个代码 我在下面插入一行 bntr v 我不使用log了 我使用什么 我使用line space 看l i n e line space 我这个范围呢 依然是让它从 这个时候你这个line space 是不是就不能从-5这开始分了 那咱们就让它从哪 0.00001到多少啊 到1 咱们现在看一下它的划分啊 执行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这个可能是0.0001是吧 在这个地方进行划分的时候 它这个正好就划分成功了 那我们把这个范围给它放的广一些啊 我们从-5到多少呢 我们从-5让它到1 10的一次密是不是就是10啊 我们在这呢 也是0.001到10 给它分成50份 现在大家再来看一下 你看我一执行 是不是就是0.508呀 这个反而更小是吧 不对呀 刚才 刚才的时候就是0.508吗 刚才不是0.508是不是啊 刚才我们是从这开始进行划分的呀 咱们刚才是从 嗯 等会儿啊 我们刚才是从0.01是吧 我们执行一下啊 你看这回是不是就 我看看 到1是吧 执行一下啊 你看这回这个 哎 不对呀 咱们刚才这个范围是怎么进行的划分呀 是不是0.1呀 0.01到几 是不是到5呀 我们执行一下啊 哎 你看这个是不是有再线了呀 那么我们上面也一样 你看咱们上面也 就是说这个 你看你这个lan space和这个log space 它划分的方式 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呀 哎 所以说呢 那我们在进行这个去调整的时候 哎 大家要这个注意啊 如果这个数值特别小 那么我们就使用log space 大家也能够看到log space打印输出的一个结果 和咱们的lan space 哎 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都是南匹当中所提供的方法 那么我们在这儿呢 就这个对比了一下 其他的几个模型的使用 和引回归是不是都是类似的呀 我们在这儿